中车夾结就会烤肉正行 肉品业者忙到手没提货 但要把一大块原肉块切成片状 得先剔除原厂包膜 这是何德业者处理进口肉品的必要手续 直接这样去上这种所谓的 这层通明原厂包膜能保持肉品的新鲜度 但有些网顾业者会连着包膜切块 再分装给消费者 却不知不觉也把塑胶为例送到民众口中 探球方便吧 也许是这样的状况 所以会有说直接做 没有拆封直接做切割的动作 因为网上有比较新 然后网上可能刚跳进来做 没有这么了解在处理环境中 要注意哪些美感 但就怕塑胶为例会残留在人体中 引发疾病 因为有国外大学 针对八个国家的成人做研究 让他们吃下塑胶包装的食物 和宝特瓶装水 一周后在采集粪便样本 发现里面都含有塑胶为例 其中聚乙锡对粉二甲酸汁 也就是PET和聚乙锡的含量最高 这两种塑胶材质也广泛使用在一般市售的肉品 蔬果以及宝特品 它吃到身体里面去之后 有一些在我们肠道里面的一些边边角角 确实很有可能会让这种塑胶为例塞在那个地方 残留在身体里面的这个几率非常非常的高 可以尝试去把它用到像是裹麦 因此民间团体积极推动减速 他们调查更发现有连锁量饭超市 光是用在生鲜蔬果 肉类海鲜和熟食的塑胶包装 每年就产生至少一亿件 数量相当惊人 但还有方便快速的茶包也暗藏塑料危机 很多人都以为茶包是只做的 其实大部分都由塑胶材质制成 包括尼龙PETPE或是PP 但泡茶时要用高温水冲泡 难保不会融出塑胶为例 就加拿大学者采用市售的四款茶包 取出茶业后再把空茶包 放到摄氏95度的热水中浸泡 没想到一个茶包竟然可以测出 大约116亿个微塑胶 31亿个奈米塑胶颗粒 因为塑胶的材质 它有一定的一个耐热程度 不可能全部是百分之百的棉 或是百分之百的纸 因为它是没有隔水的一个作用的 民众购买茶包时要注意 挑选检验合格的产品 避免把塑胶材质绿带 堵进沸腾的水中 泡茶水温也最好低于95度 不过世界卫生组织认为 若眼看不见的塑胶纹粒很小 人体无法吸收 多数会随着粪便从肠道排出 但有专家对这样的说法持保留态度 他们有检验说有22个捐血的一些病人的血液检体 结果看到说有17位啦 就说有大概蛮高的比例 其实里面都有塑胶微粒的 虽然目前还没有科学证据 能证明塑胶微粒 会随着血液流变人体 或造成器官伪害 但塑料吃下肚 仍是必大于力 减速行动如何有效运行 将是现阶段的首要课题 还是新闻时节张道友台北采访报道的